大家好 欢迎大家读到批评指正 在咱们现实生活中有一种人挺擅长 这个称此称赫 自己很少花钱 几乎就不花钱 这种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和特点 这种人脸皮厚 系列素质特别好 你要脸薄啊 你上哪儿称此生赫 哪儿是叫你解露了 这个带不下去了 系列素质特别好 心爱理得 觉得他白痴白贺是应当的 这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 这个这种人呢 就是多年养成的习惯改不了了 不光是说有困难 生活困难的人乐意成此生赫 就有一种特别条件好 还有钱 但是总是习惯成此生赫 我认识这么一个人 这个条件特别好 本人推秀之前 是某一个部门的这个一把手 那个推下来之后啊 感到寂寞 经常想和这些同学朋友发小 聚一聚喝点酒 解解闷儿 这个耍一耍存在感 他呢 就擅长这个秤此秤和 把这个手法和技术运用的炉火春情 他具体他有这么几点 第一个 齐发幼导师 要喝酒了 想起老同学了 老街坊 老发小 喂 你是老鱼吗 我说 你是谁啊 哎 我那是谁啊 老同学你往连我都想不起来了 我一听特别高兴 哎呀 老同学 这也有个五七六年没见了 哎 有事儿吗 哎 想你啊 老鱼啊 哪天咱们坐一坐 我那喝点小酒 像我不会喝酒啊 我就说我不会喝酒 来坐啊 喝点茶 再唠唠客 那我一般就想 这行啊 这算不了不得的事儿 我说 坐呗 啊 你行吗 他不就提你了 我说 这有什么行不行的 吃的饭 喝的酒呗 啊 那行的怎么样啊 你看看下个礼拜二行不行 我说 没问题 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咱就一弄 这样吧 咱俩也比较寂寞 你咱喊几个吧 我就喊 哎 你是张善理事王二玛这几个老同学 喊了五六个 抽一桌 那我喊的啊 算账的时候就我算吧 这明显的 他不喊 他也不放声 当流导当惯了 这个指手画脚的法号司令 那咱们出于老同学里面呢 无所谓 吃的饭 我买的 这是齐发誘导师 他齐发誘导师 还有 还有特点 他以前呢 接触过一些老板开发商 他在台上说 有的他给帮人办个事 有的求他那个 说个话说个情 所以他现在都记着 记着想起哪天 刘老板呢 这这个 那边也挺论的 你是谁啊 我谁谁 哎 领导局长 有事吗 想起啊 刘老板 这几年没见着 坐一坐 想起老老客 那老板这个场面也就没有 行 你哪里有时间 你定地点 完了我去 这就去了 去了 老板就把贷买了 老板就明白 这样的人仗一次嘴 那你还等着人家请你吗 所以他这个齐发誘导师 运用的特别德行应手 第二个就是亲自组织 社局 他这个组织 有时候这个你齐发誘导这个人呢 有时候不是那么方便吧 他就组织 他家住别墅在一楼 喊 啊 那个 谁谁谁 多少上午的 喝点小酒呗 烤点油呗 他话就说了 这同学 谢儿子 烤呗 你看 什么时候 行 里边 中午 那大伙一般场面也就明白 你去了不能控爪子 有的拿着啤酒 有的买点鱿鱼 有的买点咸的 有的买点油 就去了 去了一百 烤吧 你看看 咱们这个组织局里人呐 一分钱没话跟他请了 你看我问了 有没有时候大伙都没反应过来就是 这个到那个冷场有 这个机会有 大伙以为他喊别人到家烤油 我这轰轰的去 去了就没反应过来也没买也没弄怎么弄 有一次就到那一看什么也没有 没有他有办法 可仗义了 哎 那谁啊 老顺呢 你去买点 买二百块钱 你去买点鱿鱼 买点鱿鱼 那回来挖了再一道 我一道算了 一道给你钱 轰轰买了 喝完吃完了 一散 谁好意思定他 你不是说给我钱没给吗 也没好意思要 这个钱又是这个大伙花了 这是他亲自组织局 这个组织饭局在他家 第三个叫这个 接话谢佛 怎么叫接话谢佛 那有时候 那有些跟他也是不错的 求他半个事儿 请他吃完喝酒 你请他 他又领了俩朋友 假设他又领俩张三尔理事 张三尔理事在他的这个 在他的拽子也参加了饭局 张三尔理事不又签他的饭局吗 是不是 你跟着银去喊你 喊着你去吃喝 那么张三尔也请 理事也请 这不又回了两次饭局吗 就是你请他 他就喊银 他喊来谁了 那不就签他的银请吗 他回去以后 又在组织这个饭局 那回请啊 是不是 接话谢佛 他被人喊去了 你们有办法 你看你 等到来挺仗义的 哎 这是谁谁谁 这是哪哪哪的什么处长 这是哪哪的老板 你看我的朋友 今天咱们一起坐 乐呀乐 这个 唠一唠哈 你怎么说啊 这接话谢佛 有的网友好不冷 那大伙就A字不行吗 有 A字有 常来大伙发现的就A字 有一次A字啊 我大伙算 等到一算账的时候 没算账之前 他走之前 就设定电话 找威儿 你比如说我去了 几年几年 你就给我电话 给咱们电话 你什么也不用说 咱俩就很好那么的 有一次同学去回A字 马上就要算账了 他来电话了 哎呀 我家有事啊 你看那个二楼啊 是这个这个 我那个水管呢 漏水了 怎么怎么事 都流出来了 我得赶紧回去啊 找个接口 还挺着急的 这回你说我家有点什么活 你师傅在我家门口了 进不去 我马上回去 轰轰轰就走 走之前 那大伙那一回算账怎么能 那个谁 老松啊 到时一会你 医生你给我这电啊 糊弄搭车就走了 走了等饭鱼杀了以后 你怎么再好意思 A字 你那个份是我给你这个电的 就这样事 它也有好几次 有时候基本上就 开始就走了 没算账的时候就走了 等时候走不脱 说 你看一会你给我算算 所以A字对他来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约束 我不知道你啊遇没遇到这样的人 那么这种人就是困难嘛 就是这个穷嘛 不是 咱们这个朋友啊 家条来好 他这个亲家是个老板 家有钱 他本身也是个干部 争力也多 钱不取 但是呢 就是没养成这个请别人 花钱买胆这种习惯 也可能当干部 时间长了 职业病 这种人啊 就是这个品种 就这个素质 你看他改 改不了 钱是真有 没有这个习惯 请他活 你请他 他去吃就给你面的 应当应份 朋友们 不知道你在现实生活中 你身边有没有 这个这样女人呢